王楊莉一 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即將在十一月十號開打 其中V組的御賽就在台灣舉行 我要感謝蔡其商總會長邀請捷克國家代表隊來台灣進行兩場交流賽 不僅僅切磋球技也增進台灣和捷克的友好關係 身為資深棒球迷 很高興可以在中工府迎接捷克國家棒球代表隊 我聽說不少球員都是斜槓身分 本身有其他正職的工作 包括消防員、老師、醫師、財務分析師 甚至也有房地產、經紀人等等 各位憑藉著對棒球的熱情 讓捷克棒球實力來到世界排名第15名 歐洲前三名 甚至在去年的世界棒球經典賽 逆轉擊敗中國拿下經典賽首勝 實在令人欽佩 捷克是台灣在歐洲的重要民主盟友 今天史坦格代表也在現場 我要特別感謝 捷克對台灣的支持 3年前COVID-19期間 捷克慷慨捐贈台灣3萬劑疫苗 今年花蓮震災 捷克也捐贈15萬美元 協助災後重建工作 我代表台灣人民對捷克共和國 還有捷克人民表達最由衷的感謝 今年6月捷克中心台北的成立 更代表著捷克和台灣 持續深化夥伴關係 相信未來 我們在文化等各領域 都會有豐碩的成果 今天是各位來到台灣的第二天 祝福各位旅程愉快 收穫滿滿 也祝福各位在明後天的台節交流賽 都有很好的表現 打出最精彩的好球 謝謝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 總統之爭紀念品 請客人 歡迎大家 好的 歡迎大家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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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